大家好,我是千鳥,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決勝時刻 無盡戰爭》 《決勝時刻 》 《選勝法》 我真的有敵人了 敵人架狗 所以我還有派人去打的那種 那我先隨便選一個看看好了 狀況不明不明不明 我還以為我要派人去啦 最後不用 依照美國的文化他們應該在辦公室趴趴趴 才怪欸 竟然沒有怕這故事一定不是發生在美國 應該不是吧這故事發生在宇宙什麼 有電腦有攝影機很好來開直播囉 不對 情報日誌 發生在家拡前 You got me in fifth grade, Miss Drell Scott, But she was younger than a Tyler. Get to class! What did you get on the report? C minus Purposely used pencil Immediate grounds for detention And an extra hour with Miss Trillscott Mission accomplished I like school Six hours a day of regimented repetitive instruction South familiar Lockstep marching,dressing alike,following the rule A little structure and group mentality can soothe the soul,Lieutenant Soldiers aren't sheep,chief Not at all But every machine's got coils Springs,pins,coils Innocuous by themselves But put them in their proper place And you got something powerful and precise That ain't sheep Miss Trillscott taught you well I pay grade when it comes to the finer points of the world,Lieutenant But I'll be damned if we can't find some solace in the simple beauty of a sidearm And a sixth grade teacher I'm going to ask the person,Gorley Foo is who I've seen half the time and I'm not sure who Gorley Foo is who I've seen this half a day and I don't know who Gorley Foo is who I've seen this thing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haven't I thought of it? 或許這次劇情特別長喔 我記得以往的COD大概都是10小時左右 他是我的隊友啦 把屁軍 我們考慮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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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被調查過 在這個案子裡的位置 這是你的事 我會錄製我的研究 我會錄製我的研究 你也會錄製 所以看你的臉 嘗嘗 嘗嘗 隨便 我們說一下 你的執筆 不 這不是 是 走 你 有些問題 和大陸 大陸 他就是隔壁的 非常隔壁 等他在海中逛手的車了 對,因爲了 我聽到這地方上班上班了 我問他,好早安 Hair sozusagen 他叫做得得得不壞 而他聲說 高酷酷酷酷大使 那是教師 一跟同一聲 我沒有關心 我沒到過關口後 你過了他的家庭 然後宅一下 他在外面的州 廣場 我一直在尋找 我從來做了一點 我也是 你感到這次 你被拒絕了 幾次 但他大部分離開了他叫做我的飛行課 所以我猜他成功了 為甚麼你被拒絕了 我有所有的事情需要在土地上 我明白比例,我把體驗很重 我被拒絕很重 我可以拒絕自己和工具到達的領域 更我可以碰到誰像一個子 人家走下,我不會讓我走 這就是我肯定的 Karen,你應該要不要 好,我認為我的工作已經結束了 你準備好了,Rais 你再次 我不太好,像你 保住那,Fever COD可能有啥劇情 COD不就是以劇情為主的嗎? 就我的了解 他是用單機劇情起家的咧 我的眼睛惹我的眼睛 或是有一個龜兵派機在我的陣子嗎? 我想我來看看 我的另一半的 所以,我來給我 我來看 我來看 Gator 瘋了 你做了一個操縱 八大型的飛機 不會被捕捉到這裡 我正在旅行 嗯哼,我知道了 我猜猜 為什麼,為了 誰在乎是 我來看 其實我沒有知道 我還知道 我來看 我們看著 Captain Alder 在半個的 STRADCOM 過了兩碗 我來看 什麼事 為什麼你? 你不要拒絕了 你不要拒絕了 Fancy,The good lord wanted the navy on terra firma he'd have made the sky brown pilots make mad pedestrians No one's ever collided with the sky granted,Retribution handles like a brick in the bay but we got the old girl dialed in You think they'll cancel the flea wig festivities? Over a grainy fixture? Bad chance they didn't cancel evolution over the Loch Ness Monster Lots of confetti and tons of pride died up in this thing Show must go on I'd feel better if we were on patrol I wouldn't agree with you,but I'd deny it on clothes I'll write you out Yeah,but just remember I controlled the welding from up here Those plasma-feric winds get awful tough if you're in inverted Locked out I can always stick Salter on you The nuclear option with the Ponytae Why don't you feel better? I'll see us more often 防空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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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遭賽林科特上將攔截 Skart3名成員 附近飛行員當場被處決 我們終於知道SDF的目標並非機密武器 而是用來提供潛伏在日內玩的特工機密資料 雷亞斯上衛和索爾特上衛成功從SDF特工里亞西手中搶回了AATIS的空塔 接著他們與正在軌道上進行撤離的SDF艦隊開戰 經過一番交戰由塞林科特上將所指揮的敵軍組艦奧林巴斯山號 最終被UNSA的阿爾德上將所領導的復仇者號擊退 但復仇者號船員亦傷亡慘重 這是我們任務的簡介吧 個人檔案喔 還有這個 千鳥也會覺得對不上字幕有種莫名的煩躁感嗎 會 超會的 尼克雷亞斯上衛士海軍特種行動部隊 Skart特種作戰中心偵察隊 第一隊的指揮官 證明海軍指揮官是無限可擊的戰士 他對Skart第一隊的領導能力已經成為楷模 而萊安斯上將也再三推薦他升職 在獲得戰地晉升後 他現為UNSA復仇號的代理艦長 聽起來這麼厲害 但是我在總部走路需要隊友帶 去一個超級大路池 索爾特諾拉 索爾特是Skart第一隊的成員 長年以來擔任雷亞斯的遼基 可以說是SATO艦隊的最佳飛行員 他在Skart多年的飛行經驗 令他成為一名技術精彈的成熟士兵 在雷亞斯晉升之後 身為復仇者號 副艦長的他 全力支援讓艦長專心負責戰術部署和執行 奧馬爾烏瑟夫 復仇者上任陸戰隊指揮官 多年艱苦磨練後 奧馬爾上士最感到驕傲的就是 那般能適應任何惡劣環境 只用戰靴和槍械就能戰勝敵人的部下 奧馬爾的父親是泰坦移民 並在SDF強戰之前就定義 讓奧馬爾在對抗SDF的戰鬥中 增添了不少個人復仇的色彩 等一下他有21個人喔 廖金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發明了詞 不是喔本來就有這個詞喔 有這麼多人我看 今天看完這個就沒時間了 13N 那這是我們可愛的機器人嗎 強化戰術人類第三修正版 或簡稱13N 是復仇者號上最新加入的成員 證明完美的士兵不僅強壯快速耐力遠勝人類 且具備城市撰寫的人格特質 以便快速融入各種編制作戰單位中 脈卡是復仇者號的主工程師 經過多年份鬥力爭上游 他最終晉升至指揮官 並擁有自己的船檢 隨後發現自己無法承受部下 復死的重擔 於是就辭去了職務 以技術人的身份重新入伍 身外工程師 他在安爾德死後 無法接過指揮權 因而將指揮權交給當時最高階的主官 尼克雷耶斯 尼克雷耶斯 圓耶斯 吉埃洛担任的是U-1SA航空母舰复仇者号导航官 并在阿尔德舰长手下效力长达10年 身为导航官,他的主要职责是随时注意船舰位置 其他责任包含规划航程 并在登陆运输时向船长提出预估的抵达时间 费兰莫林 费兰是一名久经历练的指挥官 一是SATO舰队中UNSA驱逐舰底格里斯号的舰长 他是复仇者号前任舰长阿尔德忠孝的密友 两人与其他同期指挥官在SDF的战争中并肩作战 刚刚最后跟我讲话的那位 航空指挥官基普森罗拉是飞行甲板核心人物 主要负责机棚与相关的维护改善 他在工作上游刃有余且备受尊敬 其多工并进的能力与纪律严明的作风 使手下工作效率实施处于巅峰状态 格里夫恩海纳德格里夫 格里夫出生在田纳西 一个具有身后军事背景的家庭 是个天生的士兵 在前线的冲突中失去一只手臂 他决定从前线退下来 并在UNSA复仇号的军械库 担任支援勤务 来来我们的支援兵长官 酒精力练 用酒精的力练 喝很多酒 超级大酒鬼 布鲁克斯是 奥马尔上市多年来的指挥副手 他是一位安静而严肃的领导者 具备卓越而完美的指挥能力 备受他人信赖 身为家中第一位在 马里面 路战队的意思吗 服役的成员 布鲁克斯带着荣耀与决心 竭尽所能的为他的家园 爱尔兰共和国争取名声 路导托特 对复仇者好上的路战队员来说 路导的存在有点像心目中的专业丑角 路导的热情严厉和直言不讳 通常让他成为路战队员开 粗鲁玩笑的对象 不过他还是受到众人的惊讶 尤其是他的生存技能 作为出名 在加拿大北方出生和成长 外村衣服里 为什么我觉得这边的名字都有一点像日本人 外村是复仇者号的甲班长 他出生在日本海军世家 对于能追随先祖的脚步 他感到十分自豪 外村在军校班上以第一名成绩毕业 并如今女生涯中在SATO上服役 成就非凡 也提伊贝雷 船越官也提是复仇者建桥成员 负责发动超光速旅行 并监管当中的风险和危机 通常在奈及利亚的体业 也提借助国内飞速成长的科技区 成为现代电子工程和推进系统的相关人员 我觉得女生还蛮多的耶 Marinco海军陆战队 难道出生在日本海军世家 就一定试试本人吗 说不定外村是 Outside of the country 有点不懂你在说啥 克罗斯上市是一名飞行甲板调度员 被指派在斯卡尔基金队的 尼克雷耶斯上位会下 出生在德国的克罗斯 在航空指挥官吉普森的指挥下 工作时维持绝佳效率 以狂热的态度 确保他所监督的每一架孤狼机 都全面武装 燃料全满 随时以最快速度出击作战 伯格斯里 身为黑鸭飞行员伯格斯中尉 主要任务是在 外父仇号的陆战分前队 及他们的重型装甲 提供地对空交通运输 陆战队经常把海军飞行员 系称公车司机 但伯格斯不以为意 一笑自知 在每一场任务运送之间 运送这些无赖般的乘客 感觉好烦的工作 三党军事长获得身为通讯官 负责管理通讯部门 他运用各种不同的精密电子器材 收发来自其他太空舰观察员和星球设施的报告 包括电脑、卫星、密码编译装置 还有高功率的发信机和接收器 约翰·阿尔德忠孝是名战机 这字怎么念 反正战机很棒的资深老兵 在独立战争中和STF交手 一城市ULSA航空母舰的舰长 5月7日阿尔德指挥官所属船舰 撞击奥林巴斯身号 行动虽然成功 复仇者号易伤亡残重 舰长自己也为能性点于难 所以他是舰长 汉米顿卡尔 ETO汉米顿以市民身份 展开了几年的车子 开了几年的车子 我想展开车子撒摸 什么东西 加入SATO 他读到 之处在于对舰队中 大大小小的运输 都缭络执掌 让他成为复仇者 号成员不可多得的帮手 首席工程师麦卡勒姆 将最复杂的工程任务 接交与他处理 原本是开车的 现在来当工程师 应该挺厉害 费里安麦克 费里安来自一个爱尔兰家庭 有着丰富的军事背景 他的兄弟在他20岁时 叛逃火星 而费里安却反其道而行 加入了SATO 身为复仇者号的常驻精神顾问 费里安全力支持他的船舰渡过艰难时刻 他是牧师 好 赛林科特上架 对其婚下每一艘现代战舰而言 赛林科特上枪是最无情明智 自信心十足 能力超棒的海军暴君 他是对面的人哦 当科特还是名小男孩时 他在火星独立战争之后被人收养 他对这颗第三靠近太阳的行星的了解 接来自于SDF准密宣传下的叙事 阿奇尔米李亚西 这个入侵我们炮塔的家伙 阿奇尔米李亚西指挥官是由SDF统帅部所清点 负责USA战线后方领导 主要谍报行动 为SDF侵略日内瓦尔 为SDF侵略日内瓦尔铺路 透过SDF间谍网络潜入地球后 他会装成市民身份 取得AATIS控制塔的电脑维修工作 在5月7日他刺杀中控室守卫 控制了地球的钢铁护盾 在日内瓦尔的舰队游行期间 用其摧毁USA和SATO的船舰 好 我们看完了 喜欢的话拜托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给你的青春高友 订阅亲爱的手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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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